投票讯息带您来看到台中这起离奇的车祸 这是一部休旅车行进东区靖德路跟复兴东路口时 先是左转弯自撞行人壁护倒 之后在路口倒车失控转圈圈绕了720度 导致四辆绿灯起步的机车五辜被撞 三名骑士受伤送医 另外在彰化则是一辆白色轿车车车车回转 不打方向灯还来个声东及西向右偏 造成了后方的女骑士来不及反应撞上摔车 白色休旅车路口又左转 先是撞上行人壁护倒 接着整辆车逗退路 一名骑士发现赶紧击杀闪过 休旅车没停继续往人行 撞上10以后就在失控冲冲冲 混乱中路口绿灯起步的机车要闪 闪不到向达保龄球全被撞倒 而且一秒才刚逃过了骑士 这回也跺步惨遭波及 休旅车失控莫名倒车冲撞 转了两圈才停下 过程全被路口监视器拍下 数一数一共四辆机车 被撞三名骑士挂材受伤 离起车祸就发生在20号中午12点 台中东区静德路河复兴东路口 画面抛上网也让网友看了直呼 简直是无敌风火轮 车子到底怎么开的 驾驶第一时间在车上 到底发生什么事 详细噪音还能由警方还原真相 另外在彰化复兴箱的陆兴路 执行的白色轿车突然右拼 接着直接向左要回转 后方机车根本来不及撞上摔车 轿车驾驶要回转不打方向灯 还来个声东急西假动作 酿成吃货 不仅得吃上3600元罚单 女性是受伤细修换损 也得一并负起赔偿责任 谢谢唐彰化 综合不倒